这位粉丝你疯了吧 你这这这这 这什么东西啊 大半夜连干上百条消息过来 啥大事啊我说 慧哥 这款游戏你就玩玩吧 在国外特别火的小游戏 宝藏你玩的丧头 哎呦我去 来来来让我看看啥游戏啊 送给慧哥的火柴人游戏 啥呀这是 从哪找的垃圾游戏啊 就要送给我 我可不想要 但是这粉丝催的我 今天不玩是不行了 那看到这的小伙伴们呢 千万都别走 咱今天就一起来瞅瞅 这究竟是不是一个2B游戏 经过我这一通研究呀 也算是整明白的游戏是怎么个事的 玩法其实很简单 下面这两个东西 分别是雪条和经验条 在接下来的游戏闯关中 经验条每集满一次 就会随机到特殊技能 而所需要的经验 我们只需要消灭敌人就能获得 那么流域技能呢 有几十上百个 所以我就不一一介绍了 等会儿慧哥在接下来的视频里 着重告诉大家 剩下的左下角是普通攻击 右下角是大招 这很好理解吧 那么在游戏开始之前 咱们的老规矩不能忘哦 只要你们点赞上一万 慧哥我的视频它就更不断 还愣着干嘛 上赞 另外呀 今天慧哥再教你们一个隐藏表情 在评论区输入小奶梗 试试吧 这个隐藏表情 我保证你们从未见过 OK 那么咱们速速开始游戏 从上面可以看出 我们一共需要闯过18关才能获胜 不过不用担心 这些火柴人小弟弟 对咱们基本造成不了什么伤害 接下来呀 在每过几关时 就会出现boss 那个才是最棘手的 技能的话 我们着重选择攻击武器 像什么手枪 飞标 标枪等等 慧哥运气还不错 合击到了激光眼 搞错了 不是激光语 是激光眼 这个技能的效果就是 每六秒钟 就会从眼睛里发射两道激光 对敌人造成伤害 好 顺利通过第一个小关卡 咱们继续向前出发 这前期啊 基本上很简单 只需要挑选强大的技能就OK了 呼 大家伙还都挺认真的呀 抬抬做的这是上网呢 还是工作呢 打的 哎哎 我说你们脾气怎么这么大 一上来就得干我啊 那这可是你们自找的了啊 敬酒不吃吃罚酒 该呀 全都死了吧 那经过刚才的战斗 辉哥已经拥有了激光眼 手枪 威镖 和镖枪 我就问问 还有谁 这不无敌了 这什么 我去 这么快就迎来了boss 不过不要慌啊 以我现在的装备 只要躲开他释放的技能 然后找机会消耗他 就可以了 咱就是说你属兔子的嘛 这么灵活 是吧 兄弟 你就这么怂 天 你还狂什么呀 看看你的血量吧 nice 顺利击败一个小boss 咱们继续往前走 咦 人呢 咋不见一个人影啊 啊这 原来都在门里面躲着呢 这怎么还搞掏袭呢 瞧瞧 躺到这里之后 已经有手持武器的敌人出现了 之后啊 咱们就得小心点喽 哎呦呵 后面也来了一堆人 利用咱们的大招炸开他们 然后我上去就是一套小连招 OK 全然一几都过关了 下面这关卡 有个拿着机枪的人指手 咱们先不要着急冲过去 站在墙外面 用手枪武器 先消灭两个 然后趁现在 再快速的冲过去 打他们个措手不及 哦 哎 就很完美 这个你太赖了呀 嘿嘿嘿 好 经过我们的一番战斗 也是艰难的闯到了这一关 咱们的武器呢 也从刚才的手枪进化成了冲锋枪 不过呀 这有些火柴人他不讲武德 老是拽着我的手不放 之后我却要被其他人打 这就很尴尬 每次都让我掉很多血 嘿嘿嘿 嘿什么嘿 都去死吧 我的妈呀 按照关卡推算 下一关应该就是boss了吧 哎 先生命了呀 等会儿 先不着急去打他 咱们先观察观察他的攻击规律 这攻击方式看起来 怎么那么像大猩猩呢 不能狂怒 你在吧 好 基本的攻击方式啊 已经了解清楚了 你刚才的boss完全称反比 这家伙很笨 咱们只需要找准时机 上 我去 什么情况 还好咱们有冲锋枪 救了我一命 OK 剩下的关卡 以之前相比就有些难度了 这敌人不是手持冲锋枪武器 而是壮如星星 虽然现在所有装备等级很高 但就这也导致我闯到最后一关的时候 就仅剩下四个血了 这下完蛋了 最终boss肯定不简单 不知道能不能打得过 啊这不是吧大哥 刚开始就这么忙 你这不给我一点反应的时间呀 他这也太灵活了 只能利用激光眼远程消耗他 哎呦 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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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你有完没完 这完全没 嗯 什么情况 他把我传到哪了这是 嗯 我的天快跑 怎么这么多火箭人向我送过来了 先撤先撤 咱们血量不多 只能打玉环战 看我的状态 刚才应该是被这家伙控制了大脑 好嘛 你还真是什么都会点啊 完了 最后两格血了 坚持住啊 咱们边躲技能边找机会消耗他 看上面的血量 他应该扛不了头久了 我去 压的吧 我死 nice 总算是通关了 也是有心无险啊 OK 那么游戏中呢 还有很多不同的人物 他们也有着不同的攻击方式 你们感觉怎么样 如果还想看下期的话 就给视频来个长按点赞哦 那今天就先到这里吧 咱们明天见 咱们把这么调弃 大脑 回来 所以 咱们29